这项功能是,在手机上查看餐厅线上评论或定位时,用户会在手机上同时看到您是否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等外出用餐相关讯息。 Yelp在列表中添加两条资讯,需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和所有员工均已接种疫苗。 至于餐厅、酒吧和其他场所所有者可自行更新,通过这项功能,用户可查看上述资讯, 还可通过员工完全接种疫苗或需提供疫苗证明词条,搜寻符合条件的餐馆。 网络餐厅定位平台OpenTable也推出类似新功能,除列出安全预防措施外, 还显示餐厅疫苗接种要求,一次性菜单,与对客人量体温,桌子兼具,非接触支付等防疫措施。 此外,OpenTable还推出另一种工具,允许餐厅在客人获准进入后,记录他们疫苗接种状态。 员工现场检查疫苗接种证明后,将餐厅表记为已验证进入。 尽管这些功能会简化需要疫苗要求的餐厅流程, 不过这些餐厅却可能成为不同意见者的攻击对象。 对此Yelp宣布,对要求接种证明和员工都已接种的业者提供保护措施, 来避免他们遭用户评论轰炸。 原因是自疫情开始以来,评论轰炸不断增加, 已经让该公司删除掉大约8000多条评论。 这些评论并非批评业者,而是在批评疫苗接种要求。 东斯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